主帮助我们能够有个亲近主的心被神改变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在神的话语上扎根 有一件事我观察到的 在很多经历圣灵的聚会和基督徒 都是倾向于小用圣经的 很多人就会说在传统教会他们用圣经多些的 因为他们可能就是一件事就是圣经 我们就有另一件事就是圣灵 但其实有圣灵是否代表圣经我们不着重呢 其实不是的 因为圣经是非常硬正 而且给我们很多根基 我们向人解释关于圣灵工作的时候 我听过有些人说的真的比较怪异的 有人问我问你觉得圣灵充过是什么 我说跌倒了 震了 我说这些圣经没有说的 圣经有讲到人可以幅度在地上 但是圣经讲了很多圣灵的工作 如果你熟悉圣经 你能够用圣经去解释的时候 更多人会接受的 我这次是讲到我们应该在神的话语上扎根 让我们的信仰是能够兼顾的 而我同时是讲一个发扬神属性 《茶经法》和《茶经法》和《广道法》 《茶经法》有什么特色呢 就是事事让人看到神的美好 神的属性 祂的本性 除了祂的慈爱 圣洁也有祂的智慧 大能在经文里面去发掘 有时经文未必直接讲的 但是你想想 如果神做到这些东西 它背后一定有什么属性 我用一个例子 比如说 有一个人 他会走到贫穷地方去帮很多人 譬如新闻报告 或者有人分享 有一个基督徒走到贫穷地方去帮助一些很困苦的人 我们看到 如果我们这样解释这句话 就看到一件事 就是他去帮很多人 不怕付出代价 但是不是看到这个人的本性 他的本性是什么呢 他有很多的本性 在那个聚述的文字是没有讲到的 譬如 他是不怕受苦的 他是忘记自己的 他会想到人的 他不怕痛苦的 他不看小人的 就是你去思想的时候 你会发觉有很多质素 在这个形容里面是没有讲到的 就是说 圣经里面有讲到神很多工作 如果你只看字面 你只看到他做什么 但是如果你当你思考 假设就是有一个假设 如果我们是神 要做到这件事 那我们有什么质素才能够做到这件事 那这个就是神感到我的 发扬神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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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星期下午不是今天 我们都会有陆续这些训练 以及用这个方法来讲到的 其实在星期下午2点那个 事奉操练课程的重点就是如何用 就是练习去用 好了 那我们首先就是 讲一讲 平日很多基督徒遇到困难 有些基督徒遇到困难是什么呢 就是睡觉 有些人去看电影 打球 游泳 就是不去想 跟朋友聊天 那 但是我希望大家呢 就是能够说 立即从神的话语 和祂 祂祷告得力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说 我们习惯去找神 那我自己初期信主都没有这个习惯的 是我后来才培养这种习惯 那我也都见过很多基督徒呢 他烦恼就做什么呢 他就找人聊天 他就很少真的去找神 那我希望大家 立即会弹出很多个经文 那我想说一说呢 我们的脑可以成为一个 concordance 就是圣经搜寻工具 如果你看圣经的时候 你经常记住 思考的时候呢 一有个人说 我有些什么烦恼 你只会想到用什么经文去鼓励他 我没有力量用什么经文去鼓励他 就是我们脑里面可以有这个圣经搜寻工具 那我在说很多篇道的时候 我都会在我的记忆里面搜寻 有些什么经文是有帮助 那也都现在网上有很多的搜寻工具 那我搜寻了 我又会记住的 我会放在记忆里面的 希望大家都会这样做 好了 有两种反应 有些人一遇到困难就没有力的 那分别在哪里呢 就是他没有在神的怀疑扎根 还有没有在捉着神的应许来祷告 捉着神的应许去祷告 还有这样祷告或者呼求神是不同的 有些人祈祷怎样 神啊快点帮我吧 我很惨啊很惨啊 他没有在捉着神的应许 因为圣经说我们未求以先 他已经听我们祈祷了 还有神在我们心里有奇妙计划 我就将这些的教导 在脑里面整天都深信 他有个奇妙计划 是每一个人 不是只是那些聪明的 有恩赐的那些 是每一个都有计划的 那我捉着神的应许的时候 所以我祈祷的时候 我不是这样的 我说神啊 你已经知道我需要 你有你的奇妙计划 我就是亲近你 我听你的说话 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 一定会加给我的 所以我多些祈祷是亲近神 而是少些为我自己的需要祈祷的 那有些人坚定 为何他困难都坚定 因为他捉着神的应许 来到有神的话语 那他祷告神有信心 所以我们在神的话语扎根 神的话语扎根 是实一实的 是稳定的 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有这种的习惯 看圣经的时候用心去看 其实在我初信主的时候 这个是神的安排 在我的团契有一次 请了圣经工会一个人来 那他来做什么呢 他就拿了一个经文 叫我们去将他写大纲 那些人写呢 就是 戎七八糟 什么都有的了 接着他就说 可以用什么方法 还有可以怎么样 mark那本圣经 mark那本圣经 有些重要的字 可以mark 有些前因后果可以写的箭嘴 有时候有几样东西 可以一二三四 那我就开始用这个方法 去mark圣经 之后就很大的改变 因为我很多经文就放在记忆 待会我还会有个方法 是颜色的方法 现在我已经 因为做了很多 我已经有几本圣经 是这样mark 所以我一看经文 我已经立即分析到的 即是立即会留意到 里面讲什么 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 在神的话语上扎根 你忘记下十九章三十节 有经文就一起读 由大家所逃脱成余的 你仍要往下扎根 向上结果 往下扎根 扎根是否只是他的国家呢 从圣经我们知道 不只是国家扎根 而是他们有神的话语 和神的关系 是很稳固的 有什么特色呢 扎根有什么意思呢 就是稳定的 不遥动和吸收养分 就是时时都有重生得力 是不会疲倦的 有些人读了圣经 但是不明白 圣经有讲到 有些人不明白 他们不吸收 不欢喜 有什么问题 他们不会想到圣经 我们一起读马太十三章二十节 实在石头地上的 就是人听要读 当下欢喜领仇 只因心里没有根 不过是暂时的 及至慧道遭了患难 或是仇了逼白 立刻就跌倒了 就是说到有些人 他们很快领仇 但是没有根 没有根的时候 只是暂时没有稳固的 扎根 一逼白的时候 立刻就跌倒了 这个圣经讲到 有不同的泥土 我们每一个人 就是有不同的泥土 你是哪一种呢 第一种就是硬土 这种子是不能进去的 就进来吃了 第二种就是浅土 第三就是落在荊棘的土里面 第四就是落在好土 你是哪一种呢 我希望你是好土 那你说我不是很好 那你每天尝试向那方向去 我更加开放接立 那我们就越来越好 是可以改变的 不是天生了 一定是这样的 还有神的话语是被人封盛的生命的 诗篇第一篇第二节 为起我耶稣的律法 就夜思想 这人变为有福 他要像一伙树栽在溪水旁 按时候结果子 业子化不枯干 凡他所做的 顺都顺利 是非常之美丽的 神的话语是被人非常 稳固的生命 滋润的生命 为起我耶稣的律法 真是欢迎他 喜欢他 想到神就喜欢 有些人我都不想到有什么喜欢神 那我们就由生活上喜欢神 还有我们会感受到圣灵的感动 让我们知罪 我们就喜欢神 圣灵会让我们有平安 我们就喜欢神 圣灵会让我们激励 医治我们 我们就喜欢神 就是每一件事都告诉我们 圣经所说是真的应验的 圣经所说是真的应验的 我自己在初信的时候 我就已经研究圣经的证据 我就很稳固 知道圣经是神的说话 然后当我发觉 我已经经历神的说话 我就在经历上去巩固我和神的关系 希望大家都是这样 昼夜思想 整天去想 有些人看圣经 自然这样看 其实他未必收到里面的信息 我们可以慢慢看 用心去看 并一看完之后都去思想 那你就会入心了 有很多经文 因为我习惯验圣经 有时候我问一些人的问题 我说圣经讲什么呢 很简单一句说话 凡接待他就是信他明的人 他就像他明团并作神的儿女 我就说这个经文讲信是什么呢 我再说一次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明的人 他就像他明权并作神的儿女 在这个经文有讲到信的定义是什么呢 接待 有人讲得出来 师傅很快就讲出来 不过很多人看来看来看不到 为什么呢 他不习惯在圣经找他的意思 凡接待他的就是 就是等于 就是信他明的人 信他明的人就会接待 你信耶稣就会接受他进你的心 掌管生命 这个就是由经文发佛他的意思 我希望大家都是 在经文就夜思想去想的时候 你就会吸收到里面的意思 他就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 有些树在枯干的山上 你有没有见过那些树枯死的 或者是生得很干 但这棵树在溪水旁真的很不同 我按时候结果子 一直不断有果子 叶子亚不枯干 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神会祝福这个人的生命 原来你越听神的话 越有根基 神就喜悦你了 神就会凡事祝福 因为圣经里面有很多大能力的阴拒 神是触实这些阴拒的 我看到一个阴拒我就触实 圣经说在我们心里有奇妙计划 我曾经经历过经济困难 侍奉未开路的时候 但我坚定相信神一定开路 只要我先求祂的国和祂的义 这一切加给我 我就坚定相信神有计划 和我先求祂的国 我将身在献上当作活祭 我效法这个世界 心意更新而变化 就叫我测验神的善良 纯全可弃的旨言 就是我将这些阴拒 触实在心里反复思想 有什么困难我就不摇动的 这样的时候 我的信仰和神的关系就稳定 圣灵中也都是稳定的 不会忽上忽下的 希望大家都是这样能够很稳定的 读经的时候应该怎么做 我们先打横读 读了第一行 先祷告求神带领 留心和画下重点字 思想神的属性和因点 就是看圣经的时候 先祈祷求主带领我们 留心画些重点的字 有什么重点的字 圣经可以用来画的 表几个本可以买本 大本多些空间画 可以多些空间写东西 思想神的属性和因点 想想他有什么属性 属性就是他本性 因点就是他为我们所做的 神的属性和他为我们所做的 第二行 思想有没有有者方面的罪 思想如何实行 祷告求神帮助应用 就是想想我们在这方面有没有什么罪 先求神的国 我没有先求神的国 我没有将身在献上 我们想想我们没有犯这种罪 因为我们经常惯着世界 然后想想如何实行 如何离开罪 如何遵从神 然后就祷告求神帮助我们应用出来 就是看圣经是很重要的 是应用出来的 我鼓励大家先读新药 圣经两三次先读旧药 因为有些人一看旧药 就会不知道做什么 就会迷失 还有读旧药的时候 同时读新药 因为我们要将圣经里面分辨 圣经是有一些灵修性的经文 还有圣经有些叫金句 什么叫金句呢 那些是非常精要的 一些对我们灵性的帮助 圣经里面有些经文 是对我们未必有直接帮助的 比如说记载那些以色列人 他们在做什么 有些人也不听话 当然可以提醒 但是那个经文的作用 对于基督徒的灵命 是没有那么大的 但是有些经文是强烈一些的 比如我刚刚选用的 几个都是金句来的 就是说这些是宝贵的经文 我希望大家都会尽量去 记多一些宝贵的经文 那这些金句呢 有时我们可以照字面念 有时你念不到 暂时你念到 记得的意思 起码你可以用得着 这样你就会慢慢一步一步 你就能够建立 陪金句的习惯了 所以呢 其实呢 你就算一个星期念一句 你会念到很多的 你不行 一个月 你一个星期也会念到很多的 只要你尝试去念的时候 你就会念到的 而如果有些人未知旧约新约 你就会知道有旧约 旧约是一直说到基督要来 和铺牌神的救赎 而且都是给以色列人知道 神的律法 神的要求 然后当新约 耶稣来的时候 就给我们看到 其实旧约是一个印象 有些人 因为有一个叫做时代律 时代律就说 旧约就是律法时代 就是靠律法清言 是没有这件事的 不是靠律法清言 圣经里面 旧约都是说到 就是是神 赦免人的罪 不是人做得够好 没有一个人做得够好 所以呢 旧约都说到 只有赦免其国 遮盖其罪的这人士 有福 是熟 一样是恩典的 旧约新约 永远都是恩典 由初期到末期都是恩典的 这个是一个 错误神学的观念 其实在这个时代 有很多错误的神学观念 我希望大家分辨圣经 你就能够回应 如果你在网上看到一些 有问题 你可以回来问我们 我们会帮助你的 这个法阳神 《属性》 《残经法》 又说到 其实有很多方面 不过我简化了 就是上面那边一起读一读 神的属性 神的恩典 人的责任 这三方面 简单吧 神的本性是什么 然后神有什么恩典 是我们做的 然后我们有什么责任 我说这个主题 就是神是爱的主题 然后我们就会想 有爱我们回应他 那个回应是什么 有充满爱的神 真的好 这个神是充满爱的 在世界上 我们发觉那些有爱心的人 都是有限量的 是不是 一个限量是他时间上的限量 他想爱你 也不爱到那么多 因为他有他自己要做的事 第二 他的心智上 是没有一个人的爱是完美的 但是神的爱 是非常细致帮助 每一个人是非常细心 是凡自都帮到的 有24小时 每天都一定有的 没有放假的 所以我们就欣赏神 他的属性真是好 第二 他的恩典 神会爱人 这是我简化的 给大家一个观念 首先神是爱 他的行动就是他会爱你 譬如我简单说 譬如有个人 他是很富有的 他是不是一定会给你钱 不是一定 他有这个 他的本质 这个其实不是本质 总之他现在是有钱 他有钱不代表他会帮你 就算这么说 有个人很善良 他是不是一定有机会对你善良 不是一定的 他和你三不息七 或者没有遥远 你未必经历到他的善良 但是神 他的善良 我们经历到他的善良 个个都可以经历到 所以这个是很不同的 他为我们做的什么 神爱我 就可以享受神 因为神现在在爱我 我亲近神 神在爱我 所以要享受他 我们的赞是什么 我们应该爱神 又爱人 因为神是爱 我们表现 彰显神的属性 神的属性是让我们活出来的 就是不只是神有 我都有 我建立神这么爱 我就尽量在里面爱 爱人不是就是说 好吧 我不生气他 我最多不生气他 我不生气他 这个不是爱的 爱呢 就算我们不去惹怒他 我们还开始想想 我怎么去帮他 即是个人对我们不好 我们还在想想 怎么帮他 有计划性去帮他 帮到一样 就算他不太接受 我都继续帮 因为神在帮我们的时候 我们有很多事不听 他都继续帮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都曾经拒绝过神 听一听神的话 起码千万次的次数 其实很多次的 个个都有很多次 这里有没有人 拒绝神的工作 我只是几次的 有没有一个人 是几次不听话 有没有 我都不是 个个都不是 所以我们说 神要帮我活出神的属性 我们应该爱神爱人 爱神就爱人 会建立 还有有爱的生命 好了 越明白神的属性 这个发言神的属性 《茶经法》和《广道法》 有什么帮助 对我们一起读 第一 就越喜欢神 就越享受神 就越有动力亲人神 就越享受生命 这只是其中一些的后果 就是越喜欢神 一想到神 已经有很多好东西了 立刻可以说出神有很多好东西 有些人不是的 经常都会觉得 神规待我 对我不好 但你越看到神的话语 而且在经历上 经历到神的话语 应验 我们就越喜欢神了 又越享受神 我们知道万物都是神所做 我们受造奇妙可畏 我们就要感谢神 譬如我们认识 我们身体的抗病能力 真的很厉害 我们身体 其实很多人 为什么有病呢 是因为他经常烦恼 不懂得照顾身体 如果我们尽量每天轻松呢 你有没有发觉轻松的时候 那时候身体会舒服一些 当你一惊吓的时候 还有有压力的时候 你会发觉身体 好像有一种东西 压住那样 不开心的 抑郁住的 压住的 我们从这方面 看到神的那种美好 就是原来他做我们的身体 当我们一平安轻松 是很舒服的 这是礼物 那我们就欣赏神 我们就可以享受 深呼吸 放松 感谢天父 我们可以享受神 做我们身体 带来这种的祝福 我们可以享受自然界的美丽 可以享受 经历到神的喜乐 平安是否可以享受 我们越熟悉神的属性 就越能够享受他 然后就有动力亲近他 因为我知道 每一次亲近他都会得力 我就每一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我都亲近他了 我就越享受生命 你整个生命享受 和整个生命 是可以发挥的 好了 这里我另一个要点 就是先说到神的爱 这里就是神的喜乐 我还有一些示范 我去查经的 这里说到神的喜乐 这个很简化的 首先神是一个喜乐的神 这是他的属性 神是一个开心的神 有些人的观念 因为他不明白 圣经要分辨的 律法和福音要分辨 在律法里面 神是要求很高 神是严格 还有当人有罪 没有悔过 神是愤怒的 这件事有很多人搞错了 就以为神对外国的愤怒 所以他们和基督徒说话 都是说 你有没有爱神啊 有没有祈祷啊 那些愤怒走出来 你发现耶稣和基督徒说话 不是这样说话 就算他说他们没有信心 他就立刻说 你有信心 还有一粒戒菜种 都能够移山 耶稣是永远给人机会 他和彼得说话的时候 他都说 知道彼得要否认耶稣的时候 他都说 我已经为你祈求 叫你不止失要信心 你回头以后 要坚固你的弟兄 耶稣并没有说 你有没有搞错 你会否认我 你知道吗 你要快些悔改 你会否认我 耶稣不是用这些说话 耶稣是说 我已经为你祈求 就是他知道他有罪 他不是奏罢他 他是为他祈求 叫你不止失要信心 然后他给了他机会 你回头以后 你就坚固你的弟兄 这里我们看到 耶稣的属性是非常美好的 他是接立犯罪的人 他一早为他们祈祷 他关心他们 他想巩固他们 想提升他们 你去想的时候 你越想越多 我现在就简单 神是喜乐的神 他本质就是开心的 所以尽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我看到经文 我常常都会留意 尽来享受主人的快乐 我不是只想到 有些人就想到 将来我会很快乐 我会再想一想 神是一个点的神 所以我们可以喜乐 因为他是一个开心的神 你看到他不断 他会永留开心出来的 亦是爱的神 他不断永留爱的 所以我们想到神 就会欢喜 他是一个开心的神 他是一个爱的神 他的恩典是什么 他会给人喜乐 又给喜乐的恩高能量相同 给你喜乐 就是 他会将喜乐传递给你 喜乐恩高 就是你有喜乐恩高 你为人祈祷 可以将喜乐再传给下一个人 我们在圣灵学堂 和在我们事奉操练课程 都有些人经历喜乐 这也是一个礼物 就是能够有圣灵的恩高喜乐 恩高传递给人 等人有喜乐 我曾经去过宣教的地方 哇 整堆人喜乐 我也都试过在聚会里面 他们真的很开放 我一说祈祷 立刻已经有人爆发喜乐 都没碰他 并且距离远一点 一说 神很好 神很好 神很害 神已经充满你 就是 心开放 我们就可以传递 喜乐的恩高 我们也试过在聚会里 有人告诉我 他说你讲话 我已经经历到喜乐 我一个人已经开心 心开放的时候 就可以经历到 可以赐给我们 这个喜乐恩高 好了 如何进行呢 我们先放垃圾 放下一些烦恼 经常想烦恼 一定没有起乐 放下一些垃圾 相信神是起乐的 相信 然后我们亲近他 然后我们都要选择 没再起乐 我们圣灵的果子 是有自然产生的 不过也都需要刻意 为什么需要刻意呢 因为保罗说 立志为善 不能我 只是行出为由 不得我 因为我们想对人好 但一当他对我们不好 我们就会发怒 我们会自动反应 当人骂我们的时候 是否自动立刻祝福他 是很难的 是需要学习 所以是需要刻意的 圣灵的果子都是刻意的 但是同时是自然的 那你刻意做什么 刻意亲近神 刻意扔垃圾 刻意相信神是起乐的 那你祈祷呢 又是起乐 所以刻意 是刻意亲近神 扔垃圾 起乐呢 都可以某程度是刻意 但是是自然产生的 你可以说 我选择不去想这些 我就是选择赞给神 其实我们选择亲近神 然后呢 我们就会圣灵 就会在里面流露出来 因为圣灵果子是圣灵的工作 就是我们可以刻意 我也跟有些人说 你可以试一下 先笑一下 哈哈哈哈 更容易一些 那些神的喜乐 更加容易进入 但是始终 喜乐都是神的礼物 神的属性 那就是我们刻意的部分 就是处理生命 亲近他 然后呢 然后我们的 神的自然的流露 圣灵的自然的流露 那么另一点 神有服侍的本性 耶稣和门徒洗脚 祂和彼得说 如果我不洗 你就与我无焚 彼得就说 那连头和脚都洗光了 不是 全身都洗光了 但是耶稣说 已经洗过人 已经干净了 不用整天都是 就是说 我们赦免我们当时所犯的罪 我们整体是赦免的 那神有服侍的本性 然后祂的一点呢 祂会服侍人 祂都给我们服侍的恩高 我们可以为人祈祷呢 祂会学习 服侍的 那我们怎样遵行呢 第一就是感激神的服侍 但是多谢祂 祂会服侍我们 就是这样 就是神 我有感动 就是神在服侍我 我会悔果就是神在服侍我 我会倚靠神 我生命改变就是神在服侍我 我有喜乐平安就是神在服侍我 感激神的服侍 深信 《施比受禁惟》 唯有福 从圣经 其他经文讲到 《施比受禁惟》 我们放下一些自私 由甘心服侍人 这样的时候 我们一方面看到神的本性的美好 看到神为我们做什么 然后在各方面思想我们做什么 如果我们中间充念广道 都可以由这些学习 其实我在网上有很多发扬神属性 以前我叫做发扬神圣情的 你找回发扬神圣情和发扬神属性 广道法你会见到很多 其实你会发觉我是一直在进步 就是越来越在这方面在进步 这里讲到神的柔和谦卑 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 就是他本身很温柔 当我们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不会感觉一种烦躁压力 他是很柔和的神 他都很谦卑服侍我们 他服侍我们是到永恒 去到天堂他不会停止的 因为天堂我们都会继续经历 他的平安和爱和喜乐 就是他继续服侍着每一个人 神是一个很谦卑服侍我们的神 神又柔和谦卑感动我们 又给我们柔和的性格 然后我们怎样遵从呢 就是我们顺服神柔和的感动 神感动我我就顺服他 他感动我我们悔改 我们就回应他 就是每一次神感动我们悔改 我们就多谢神你感动我 他怎样帮我们 我们就多谢神 然后呢我就感激神的柔和谦卑 感激他真的这么谦卑 真的好 神是一个这样的神 如果神是一个很光硬的神 我们都要信他的 要是不信他都要落地狱 但是这样信的时候 很多人就会不服的 但是我们这个神呢 是一个很柔和谦卑的神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很服气地去 亲近神 遵从神 不过有些基督徒都不可以服气的 有些基督徒不可以服气 为什么要服气这么多 为什么要做这么多 为什么要传闻 为什么要帮助这么多 这个就是里面没有处理这种的肛硬 我们要处理放下的肛硬 由我们服侍神和人 大家有个idea 这个都需要慢慢建立的 在这里我就列出一些 神的恩典和爱的经文 我在这里简单地说 每一点我可以怎样发挥 然后一会儿我们就会查两个经文 神会寻找我们 拯救我们 《路加福音》十九章十节 他人之内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在这里看到神什么属性 我希望大家想一想 神什么属性 就是他挂着每一个人 他的本性 他挂着他 他所有的人 他心里面都有一种怜悯的 他不会说 抵你死了 如果神是说抵你死了 他就不会 他不会这样去寻找 他寻找的过程是困难的 因为很多人不听话的 他是用很多方法 很多智慧 他是高度的智慧 为什么呢 他是会一步一步在人生命中 预备做工 大家有没有发觉 你信者的过程是有一个过程的 是有不同的人在你生命中做工 一路感动你 带领你 就是神有这个智慧 神有这个计划 去铺排他的救赎 然后他就耐性地 一次一次在我们心中感动 所以在这个寻找拯救 他本身有些很善良的质素 怜悯人的质素 不会放下人的质素 如果跟人比较 我们如果跟人比较 就会更加看到神的恩典 当如果一个人跟你说十次 你每次说 喂 我们聊天 我不想跟你聊天 他十次都说 我不想再见你 你就会再找他 很难 真是很难很难得 有个人十次拒绝你 都依然对他好的 但我们拒绝耶稣 只不止十次 是不止的 是千万次 但是神都会这样去寻找我们 所以我们越看到他 真是世界上没有人像他的 有谁能像你 是不是 没有人像耶稣的 我们就更加欣赏他 会寻找拯救我们 他是一步一步有计划 去寻找拯救我们 那我们的回应是什么呢 我们就感激神 这样寻找我们 还有现在都寻找我们 他仍然在我们身边 在这儿叩门 感动我们悔改 听话 亲近他 让他作主 第二个 圣灵耐性的感动 他叫我们为罪 为疑 为审判自己 责变自己 感动我们为了我们的罪 即是说 当时我们是不听神的说话 经常有很多种方式 不听话 一段时间不回聚会 不祈祷 继续犯罪 神就等我先犯完这个罪 不要理我自己 不要搞我自己 等我先犯完这个罪 这种心态我很多人都有 我自己都试过有 犯了罪就算了 我待会会悔改的了 那时候是在拒绝神 但是神是否因为这样而 就 劈胖了 不管你 你也是活着的 神会说一句就座的话 神不会说你活着 他不会这么说 在他心中 不会有活着活着的意念 是不是很好 他是不断柔和的感动 而他保持他的温柔 你有试过 当一个人很多次 他很强硬拒绝你的时候 你开始的语气不是很温柔的 有没有试过 是不是 有些人稍微 有些少少有些语气 我们立刻演的语气都不同了 但是神是永远保持温柔 是不是很好 一直保持耐性 当你想的时候 他的温柔 他的耐性 他的折立 他看重每一个人 他不会骗起任何一个人 你里面是找到很多他的属性 他一直继续感动人 那我们怎样呢 我们下一次神感动我们 我们就知道 真是我们拒绝他 就是伤他的心 我们就令到圣灵忧伤 令到他担忧 所以我们就说 神啊你帮助我 不要去令圣灵担忧 下一个 神有感情的喜乐 他因我们欢迎喜乐 默而爱我们 且因我们喜乐而欢呼 西方的书三章十七节 这个看到什么属性呢 神是一个喜乐的神 一个爱的神 他充满喜乐的 他因我们欢迎喜乐 还有呢 他的喜乐有好 他本质喜乐 第二呢 他会因为人而喜乐 就是他体重人 有很多人是因为 什么喜乐呢 有钱呢 还有呢 人做事在他身上 做事在他身上什么呢 买用礼物给他 关心他 帮他 那他会开心 但是人很少 比较少 因为 见到别人好 我就开心 有的 正在分享的时候 我都见到 见到有姐妹改变 开心 我见到这件事 不过不是个个都是这样的 不会说 今天我爸妈妈 他这么好 他会说他这样的说话 真是好 很少会这样的 就是说 爸妈妈做些好事 在我身上 我就开心 但很少说 他会做这件事 而开心 就是 神是因为人而开心 默然爱我们 默然地爱 永远都是爱我们 且因我们 喜乐而欢呼 开心到欢呼 神是一个欢呼的神 他的感情是没有 弱束的 人是有弱束的 为什么呢 我们从小到大 被人压抑得太多 所以我们笑 都不会笑得好 像小朋友 那样笑得不得意 我们不会笑得 像小朋友那样轻松的 我们不会说 有个人做一个好事 哎呀 真是很开心 即是 就算有 也有限度的 但是神会 喜乐而欢呼 因为神的感情 是没有任何的 弱束的 这些我就是 发掘那个经文 我不是只是 在那个经文的表面 它是没有弱束 经文没有说这件事的 是要去思考 然后发掘出 神那种 没有弱束 是很好的 即是说 我们越亲近神 我们的内心 就越来越少 越少弱束 大家心里面 有没有弱束 将来我们可以 没有弱束 心里面都会松散 有很多人都这样说 这个是参考 他们灵魂出竅 神给他机会 他们死了后来回头 他就是 我在灵魂一出来 有一个经历 哇 整个人松得不得了 从来没试过 因为为什么呢 我在世上仍然有罪性情 但是当灵魂一出来 哇 立刻全身 整个心灵松散 因为神就是一个 轻松的神 所以我们就 多谢神 你是一个无弱束的神 轻散的神 是一个因为人而欢喜的神 也会将这种 欢喜传递给我们的 神永远想念我们 祂永远都挂着我们的 中国人有很多这些 说话的 即是我以前 离开香港很多年 回来香港 看到很多书签 在一个书局那里见到 书签是什么呢 永远怀念你 想念你 就是很多这些说话 这个是中国人的特色 我去到俄罗斯发觉什么呢 可以整个车是没有人说话的 有些人上班 那怎么也有事 跟这个人一起上班 就是不会整个车人都不懂的 是都不说话的 就是他的文化 就是没有什么交往的 然后游客就有说话 他们是没有什么沟通的 就是他们的特质 譬如我在外国读书 法国一毕业 同学就好像拜拜 真的没有下文的 但是香港的人 毕业了 有些保持友谊 一路一路 一路一路都保持 这个就是神给中国人的特质 神都是有这些特质的 其实什么国家都有 不过有时人没有活出这种特质 他会永远想念 为何妈妈会常常惯着子女呢 因为神的本性就是这样惯着 所以他将这种本性放在妈妈的心里 他永远都不会忘记他的子女 天父都是这样 还有在代土 这里下面讲的代土 就是说神不是只说 好像由得你那样 我将圣经给了你了 我将圣灵给你 那你自己听话就有圣灵感动 没有就不听话就没有了 但是圣经不敢说 耶稣和圣灵都向圣父祷告 为我们代土的 还有圣灵戀舞 这个特质很特别 有什么好戀舞呢 那些人这么多污秽 这么多不听话 你想想 我用一个比喻 如果你的男朋友 女朋友 或者你的配偶 是很喜欢你的 我们容易乱无他 但是如果有个人 你和他说话 他都不理睬你 说什么呢 不要生气跟你聊天 如果有个人 是没有生气跟你聊天 就是你都会和他聊天 不过没什么兴趣 对不对 你会乱无他 你会常常挂着他 但是神会在我们 还是罪人的时候 不断的乱无 和一世的乱无 还有我形容神是单乱 我们很多英万年 我们才出世的 我们未有之前 神已经计划要救我们 神已经单乱 就是单方面 恋爱我们 是不是很特别 其实我愈发佛神的属性 真的觉得 好得无比 世界上有没有一个人 敢对你 为什么这些人 不是对神很感激的 应该每个人都很感激 神这么好 对不对 我希望大家都很感激神 因为这个法阳神属性财 因为神教我的 我教的时候 我一路发展 我就越来越喜欢神 我希望将这种教导传开 在列国传开 也都希望你们听到 你将这个教导传给人 我也都有在我圣灵聚会 我们其中的福祉队 有对夫妇 是有一个传统教会来的 他来了之后 听到这个法阳神属性说 他觉得很好 他回去查经他都说 他又很胆 他还说了我的名字 他还给他们看我的影片 他又不怕他们排斥他 他又不怕 他们都觉得很好 就是觉得这样查经是丰富很多 因为我们不只是看经文的表面 而是更加认识我们的神是多么美好 他为我们做多少好东西 还有我们的生命可以改变的程度 如果神这样挂着我们 我们可不可以24小时挂着他 神就挂着他 都挂着周围的人 去关心他们 为他们祝福 因为神有点熟性 我们都同样有点熟性 好了 时间关系我不讲了那么多了 不过大家听 都会听到神的美好 因为我会讲这个经文 这个经文 两个经文 好了 这里讲了三种颜色 红色呢 就是神的恩典 好像是宝血那样 恩典啊 神的爱啊 神的关心祝福呢 你就用红色mark 那你买的marker make sure 买一种是不会透色的 你可以拿着你本圣经 拿去那些买的那些铺子 你试试哪一种不透色的 那你就用那种来marker 神的爱就是恩典啊 祝福啊 帮助啊 这些是红色的 然后呢 相反就是蓝色啦 蓝色呢 就是律法啊 警告啊 懲罰 这个对不起啊 这个呢 这个呢 应该是绿色来的 这个啊 这里黑色那里绿色 这个很特别啊 这个银幕和那个银幕不同 绿色呢 就像树叶那样 就是呢 我们的责任 我们应该做什么 我们传父 关心啊 爱人啊 爱神啊 这些就是责任 三种式 记不记得 一个是恩典 一个是律法 应该做什么就是绿色 蓝色那里是指责 还有是懲罰 绿色呢 就是我们应该做什么 就是要爱人如己就是绿色的 好了 我现在看这个经文 罗传书八章三二节 神记不爱惜自己的乙子 为我们众人 蛇尿 就是要拯救我们的 他就不爱惜他 他就不会拿着他的儿子 不行的不行的 你不可以去受苦的 他知道那些世人对耶稣是不好的 世人是不珍惜他的 世人会藐视他 攻击他 去毁谈他 并且鞭打他 将他钉十字架 定他的死罪 虽然找不到他的罪 他知道也是这样的 但是耶稣是特意的 容许耶稣面对这些困难 他是不爱惜他的儿子 为我们众人蛇尿 为我们牺牲了 这里的重点是什么呢 不爱惜 还有蛇尿 起不也罢万物 和他和伯伯的刺客 就是万物 那万物就是什么呢 所有的东西 包不包裹恩赐呢 神会将恩赐给我们 有些人说 我想有他的恩赐 我想唱歌 不可以唱的走恩 我求也没有 有些人跟我说 牧师说我能祈祷 我有弹琴的恩赐 我有讲道的恩赐 我说这个也不仅是恩赐的 你一定要努力 不过呢 神可以给你聪明智慧 学得更加好 但是有些人说 我肯是想这件事 没有 其实你有他的生命 你就会有的 即是有生命 但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唱到歌 不是每个都唱得好的 不过不要紧 你总唱到 那你一定是灵敬拜 不是全世界都灵敬拜 有些是做 有些不是做 这件事 总之神一定会给人有恩赐 会不会有人是没有恩赐的 不会的 一定有的 他万物都给我们 给不给钱我们 给的一定会供应我们 一定会帮助我们 即是神会将万物都给我们 还有一个重点的词 伯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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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呢 是否你赚回来的 是否你够乖帅给你 不是 其实我们任何的礼物 任何的赏赐 不是我们配当 因为为什么呢 圣经又说到 我们的罪 我们都是好像污蔚的衣裳 我们的善行 我们的意 是好像污蔚的衣裳 是一定是污蔚的 我们怎样好 你有发觉你帮人的时候 都有事不耐烦 一路传婚一路 为什么他这么久都不相信呢 他真的 真的 为何这么困难呢 一路 就是一路做好的事 一路里面都会有些罪 罪的意念 一路祈祷 希望神会帮 不知帮不帮呢 一路怀疑 原来人 是会有这样的意念 比如领敬拜 可能有些人有没有投入呢 有时都会有些意念弹出来 有些人这么少 为什么有些人不投入呢 都会有这样的意念弹出来 就是我们靠我们做好 才得到神的祝福 是永远得不到的 但是神是白白 就是说一切都是白白 是信心领受 有些人说 圣经说你先求祂的国 和祂的义 一切加给我们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到底是信心还是行为呢 是信心还是行为 或者叫我们无福呢 是信心 但是真信心是什么呢 真信心就是神是很好的 所以我会听祂说 神的计划最好的 所以我会进入祂的计划 就是有信心 你就会入神的计划 你听见了 是信心叫我们得福 不是行为叫我们得福 不过信心有信心的人 自然就会欣赏神 喜欢神 听神的话 他的生命就会开放 开放神就做功了 不是他的行为 因为我们的行为 永远都是不完美的 你发觉 我这些神学观念 是非常清晰 我感谢神 我在神学院学到的 最重要的是分析神学 将那些神学观念 分析得非常清楚 然后当我查经的时候 我也是这样 这个也是我训练 事奉的其中 就是我们能否有分别的能力 什么是正确的 白白 就是这个词 我们里面发挥了很多的意思 而且是赐给我们 赐 就是不是我们配得的 是礼物来的 是神给我们的 所以这里你看到 很多的议念在这里 神是什么属性呢 神的属性 是丰富的 他什么都有的 他里面是充满爱的 他永远都是爱他的爱子 但是他为我们原故 他肯牺牲 他肯牺牲他自己的独生儿子 是一种很大的怜悯 很大的爱 他里面有极强的怜悯 那种怜悯是全世界没有的 他是极度极度的怜悯 人有的怜悯也是少少 但是他是极度极度大的怜悯 极度大的关怀 思念我们 关心我们 然后他是很慷慨的 他是很乐意给人 你越听话就越得到的 我才是彭校联博士 他是有这个心 他曾经在美国的时候 他有个交通意外 他的肺都collapse 了 他的肺和肺腔脱了 他变得很有危险性 他跟神说 神啊如果你救我 我愿意把生命给你使用 他回来香港就是想做这个 就是透过教学建立学校来传呼音的 他就开了一个轻学政机协会 在香港 回来香港的时候 开始就有一间生命中学 我就在里面教过书 他就有这个心 神要供应他 让他能够开到学校 一个人怎么开学校呢 对不对 但他有这个异象 当他跟一些人说的时候 那些人就愿意奉献了 那我自己也是有个异象 很想去训练 教学和基督徒侍奉神 神要供应我 让我有足够的钱去列国 和帮他们的经济 主要是帮他们去宣教 怎样去全港这些教导 那这个都是神 当我们看到我们的心 神就会供应 我本身不是我有钱去做 是神供应我需要 我希望大家都有这个心 我想给神用 神又会怎样 将什么给我在这里 万物 你需要的钱 财干机会 你的能力 你的耐性 你的恩赐 全部神都会给你 只要你听话 他因为他给了一个 最好的礼物就是耶稣 接着他连着耶稣 这个负大的礼物 真的非常大 不过大也不够耶稣 因为耶稣是最大的礼物 但是这个礼物 万物是很大的 保罗林都想不到他自己 可以影响这么多国家 其实是很大的恩典 他将标革传给这么多国家 是一个很大的恩典 但是神就供应他 其实他不是很多供应 他自己做帐 而且有些基督徒 尤其是基督徒 教会的基督徒 对他有帮助 他不是很多帮助 但是他可以将福音 带给这么多人 是不是很特别 神给他足够的恩典 足够的供应 以至他做得那么多 所以我由这个经文就说 神会给我们足够 做到神的 进入到神的计划 一起说 神给我们足够 能够进入他的计划 他的计划很好 很多人就说 我计划他才好 但是神的计划 是超过我们所想所求 神的计划是非常好 是远超过我们计划的 你说 我想追一个女孩 想得到一个男孩 你想想的未必是最好的 但是神想过一定好的 不过 我们都要听话 对一个人好 你不善待他 你都会破坏这个分析 但是你听话 每日听话 其实是信靠 自然就会听话 这样的时候 你整个生命就会全然的蒙福 因为神已经将万能给我们 就是他有这种慷慨 还有他全面性 没有人帮人能够全面性 是不是 人帮人只是局部 但是神帮人是全面性的 他能够每一部分帮你 只要你那样东西 真是交给神 信靠神 他就会提升 这个全面性 可以看到一个特质 因为万能 是所有的东西 所以是全面性 任何有你需要的东西 你现在有什么烦恼 我想问大家 这是应用 有什么烦恼 是不是有些情绪问题 有些人制问题 工作问题 家庭问题 内心问题 事奉的问题 恩赐的问题 无论什么都好 这些全部 神都可以在这些地方帮你的 不过很多基督徒信了主几十年 都是入宝山 只是拿一粒珍珠仔 那些大马那些 宝物全部都 不要了 不用了 不用了 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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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宝物 你想要多些 神将万物都给我们 所以我鼓励大家 七日神的时候 有信心 神将万物给我们 不需要万物 所以耶稣说 你不用重复 神已经知道了 你只是 重复说什么 亲近祂 祂就会祝福 你相信祂 亲近祂 所以在这个经文 我们看到很多属性 我这里简单地写出来 神是慷慨的 神是富足的 神想救人 这里简单 就是我说了很多点 神是存备的 神是没有能力的 祂计划得极度美好的 祂将我们所有需要的给我们 祂爱惜祂的儿子 也都爱惜我们每一个 但是因为我们的缘故 祂愿意牺牲祂的儿子 为我们而死 一十字架上 是一个很大的爱 祂是爱我们 爱到极大 是当我们还作罪人 拒绝祂的时候 爱我们 而神是一切的封识都有了 祂愿意给我们 祂愿意给我们 只要你听话 你亲近祂 祂一步步给你的 祂愿意是什么呢 一起读一下 神将他离子刺给我们 神将万一同刺给我们 这个简单 我所说的 祂将国有恩赐 所有存力的东西 什么都为你预备好 每一样东西你需要的 祂都预备好全套 有一个计划 这个计划是每一天 你所定的日子 我尚未读一日 即是每一天都已经写在祂上了 希望大家都深信 然后责任什么呢 一起读一下 凭信心领受 信靠亲近遵从神 有信心领受 更多来祝福人 领受更多来祝福人 第一就是 有信心领受 祂会给好的东西给我的 我相信祂会给恩赐给我 给机会给我 给能力给我 给各有需要的东西给我 第二就是 信靠亲近遵从祂 叫祂能够祝福我 有信心领受更多 可以提升的 你觉得人生最重要的 是不是吃到最漂亮的餐 住到最大的屋 买到最大的车 是不是人生就是这样 你就很满足呢 因为你的人生去到一个高层次 可以祝福很多人 你想不想这样 将来有很多人都会祈念你 和神会告诉你 你祝福过这么多人 你在天堂那里 这一千人是你帮的 这一万人是你帮的 你想不想 你有信心去高层次一些 你就需要粗练和训练 有信心领受更多 为了祝福人 是不是这个经文可以发觉很多 就是原来我们可以有这么多 已经预备完了 不过那些人不拿 就是由这个经文可以看到这些 但有些人只是看到 神给我们很多东西 但我们看到原来 神预备是附足的 是全备的 而发现神数圣禅 不是由那个经文去转 全圣经 因为圣经那里让我们 是让我们能够祝福人 也祝福自己的生命 所以我们将它配合在一起 神赐万能给我们 为了祝福人 这个就是我徒来代表 就是神的恩典 在这里神的恩典 祝福我们有祝福我们 有祝福我们 有圣经 有祝福家庭 还有有圣灵 有为人祈祷 可以带着恩膏 有教会 还有结出圣灵的果子 还有侍奉的果子 还有侍奉的果子 恨经我妈 是即身露体妈 是危险妈 是刀剑妈 由37节 便宜靠着恩 我们的主在者 在这些事上 已经得胜有余了 因为我深信 无论是死是生是天是 是掌权的 是有能的 是现在的事 是将来的事 是高处的 是低处的 这些受到子民 都不能叫我 离神的爱夹着 这爱是在我的 我的主 基督耶稣女 这个经文 给我们看到什么呢 就是神的爱 是在贴着我们 永远不会分离 这是神的特质 人的爱会脱离 很多夫妻 或者很多拍拖的人 都会说 曾经试到快手的 短的就生了几个小时 最久的就生了几天 最久的就生了一段时间 后来才复和 有没有听过这些故事 在拍拖或者结婚的时候 都会有很多这些 那段时间 已经不是爱了 是憎恨了 生了 但是神不是这样 神的爱是永远贴着我们 我们的手机的讯息 是你入升降机的时候 会有难阻 去到某些地方会有难阻 即是说手机的讯息也有难阻 但是神的爱是永远无难阻 不会因为罪 虽然罪一直悔不悔改 是可以跟神间开 但是当我们仍然有信心有罪的时候 神都会继续感动我们 还有其实很多时候 听说他都继续感动感动 拉回我们回头 原来神是一个永远不想离开我们的神 大家有没有听过那些人 那些很残暴的方式 他酷 什么叫酷 酷 酷 就是这些人 他不是 男朋友 女朋友走了 他就想 是不是酷 酷 酷 但是他用什么方法呢 他不听话 但是他找什么都戒他 杀死他 扔了他下海 这样也有 神是用这些方法 神不是 神是用非常柔和的方法 不断的 永远都是柔和的 神是固培 因为那个人远离他 但是他不断感动他 这个就是神的特质 他的耐性 他的折瘤 他的有智慧 他会知道这个人需要什么 他知道什么时候 我用什么方法 可以将他感动回头 他也知道 我怎么可以将他提升 这个就是神那种爱的特质 他也有这种爱给我们 所以基督徒是会有这种 恒狗去爱人的心 如果听话的时候 就会有那种恒狗去爱人的心 而对比 在这个法人神属性残经范围 都有一个对比 对比就是说 人的反面例子 你要对比神的属性 人的反面例子是什么 人会发脾气 会生气对方 反转猪肚 就是屎 本来爱 怎么知道 你会杀死他 你以前不是说爱他 为什么你会杀死他 但是 人就是这样 就是对比之下 但是神 就算我们怎么不听他 他都依然是永远长久的 就是爱我们 除非这个人一直到最后 他都不悔改的时候 他就要面对神的审判 但如果这个人 是稍微有改变 神都是怜悯他的 神是一个充满怜悯的神 他的爱 对我们很大帮助 因为 就算我们去到多枯干 多软弱 我们拔他 他都一定帮我们 这种东西 很多人不知道 因为他不知道怎么用心灵 去爱慕神 他们就经历不到 但如果我们经历到 学到这种东西 这个都是我教导之一 一想起来 就立刻 就立刻 神的过去涌流 立刻 神的能力可以涌流 这种东西是哪里呢 首先信心 我相信神 是永远丢下我们的 学到心灵讨告 以及立刻感激神任何的工作 于是神如何感动 我立刻感激 我又留意 如何学习 追求更加和他相连 这样的时候 就没有一样能够叫我去同神 隔绝了 其实就算未学到神 也不会隔绝 是我们能不能得到的 但我们学到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得到的 而神的恩怜 就是他一路找人 有计划性找人 一路帮助人 他明知他会如何软弱 他都依然去帮他 现在很多人 他明知他会犯很大的罪 神的心都是怜悯他 有一天去帮助他 那我们的回应是什么呢 我们感谢神不断的贴着我们 他的爱是在贴着我们 我们就时时感激他 时时说神现在在贴着我们 在西方书三生十七字都说 默而爱 我们是不断在爱着我们 所以我们就感激神 他不断在爱着我们 在贴着我们 我们就感激他 享受他 喜欢他 欢喜他 我们今天讯息到这里 但我和大家有个诗歌和讨告 我们回到神面前 喜欢神的话语 你会喜欢神的话语呢? 我们对他们久不定